作词曲 李宗盛 请揭开经本 第二十六页第一行 这个科题是奇遇佛德 它里面有三小段 第一段悲致余佛 第二段说法余佛 第三段是一切成佛 请看经文 遇佛无碍智 所行持吻行 这段是法葬菩萨 修行正果的时候 期望自己能好似十方一切诸佛相等 这种是大愿的圆满 大乘经上佛时时和我们讲 正德究竟的佛果 确实是佛佛道同 但是在菩萨为次上 仍然还是愿求佛德 愿自己的福为等同如来 所以第一句讲 如佛无碍智 佛的智慧 融通自在 融是圆融 通是通达 无需要思考 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 期望 我想每一位同兽 都希望自己开智慧 自信本具般若智慧 是无外的 清梁大师在《华言经》里面 和我们讲的四种无外 你无外 是无外 你是无外 是事无外 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 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 无外 是诸佛如来 一切众生 自信本具的德能 佛同发生大事 那种智慧现前 我们现在在凡夫位 这样的智慧 被我们的烦恼 集气 障碎住了 不是无 佛在《华言经》上 说得很好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自慰得上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正得 这句是佛一句话道破 凡夫和佛不相同的地方 就是凡夫有烦恼 有妄想分别执着 佛无 由此可知 由此可知 去了妄想分别执着 一切众生 就是如如佛 本来佛 这首记仲最后一句是 一切皆成佛 这种事情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现前修学 最大的障碍 就是克服不了烦恼集气 但是一定要知道 烦恼集气是非克服不可 你如果克服不了烦恼集气 你自己一定要知道 你的果报绝对在三途 所以我们要尝尝 地狱饿鬼畜生虎 我们要不要去做地狱饿鬼畜生呢? 如果要做地狱饿鬼畜生 你的烦恼集气就不用断 你可以随须你自己的烦恼集气 如果你觉得三恶度恐怖 三恶度可畏 你真有畏惧的心 我想你一定能克服你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 古人教我们 学佛要有畏心 畏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畏惧 因果报应 这种事很现实 所以学佛没有帝样 转烦恼为菩提 就是无外知 现在我们要问 如何转法? 佛跟我们说方法太多了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是讲方法太多了 佛遗留给我们的经教 各位都知道佛家的《大藏经》 每一部经典里面都讲了很多法门 不止一个 你依一部经修得 甚至依一部经里头 一句两句来修也得 念佛人 自古以来 確实有不少人 依大世智菩萨的修行方法 都涉六根静念相计 就这八个字 他一生信秀奉行 他就能成无上道 都涉六根 就是我们说的 断除烦恼集气 你要能将六根收回来 大世智菩萨的修行方法门 大世智所讲的 那个原则 和孟夫子所讲的 做学问 无意无别 孟夫子 孟夫子说的 学问之道无他 是否则 随便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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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则 随便 随便 同这些 不落印象,那就是刀涉六斤。 在十二恩園裡,跟我們講六道凡夫造業, 那十二恩園裡頭只有三個,愛、取、有。 菩薩自然在世間, 同大眾,同一切眾生,和光同塵。 他亦是言外,他亦是言取,但是他沒有有,高明在這裏。 沒有有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所謂的那個有,就是你有了印象, 你心裏面已經有了,那就麻煩大了。 菩薩自然心裏頭無, 心裏面乾乾淨淨,一塵不染。 這就叫刀涉六斤,眼見識以文性, 在現象上可以和大眾和光同塵。 就好像怎樣呢? 就好像演戲表演一樣, 表演得很迫震, 演員知道它是假的,不是真的, 所以它不將它當震,不會落印象。 阿賴耶色裡頭不落種子。 這就是沒有有,它表演有愛,有取,它沒有有。 這種是功夫度假,所謂爐火純清, 心裏面,心底確實一塵不染。 然後靜念相繼,它就成功了。 別遂道,心裏面一塵不染,心境一如。 這個心是真心。 這個心是真誠心,是清淨心,是平等心。 用這個心來念佛。 這樣叫靜念。 絕對無絲毫無絲毫。 絕對無絲毫夾雜。 絕對無絲毫夾雜。 相繼永遠無間斷。 這種是真的念。 它念無間斷,不念亦無間斷。 由此可知,奸斷不是念佛的名號。 是念佛的那個心。 心裏面有佛。 佛是甚麼?佛是圓滿的大國。 佛是圓滿的大國。 佛是圓滿的大國。 自性覺。 自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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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不失去。 這種叫做相繼。 因為這是大細智菩薩的念佛的方法。 我們明白了。 想學,學不到。 也學得不像,什麼原因我們未達到菩薩那種境界? 所以大家讀《靈嚴經》一定要知道 《靈嚴經》二十五言通那二十五位菩薩是什麼地位? 原教初住位 這是大成不是小成 現在有些同學專修法門 學大細智的法門 問題是學得像還是不像? 對菩薩 那一段開示 能不能真正圓滿地理解? 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 也有初學入手的方法 初學入手還是用這句佛號六字鴻明 將自己的妄想分別執著念 這種是我們現前的境界 但是我們如果不念佛 就胡思亂想 妄想分肥 連夜晚睡覺都不老實 還打妄想 還在發惡夢 發夢是打妄想 所以我們的妄想 所以我們的妄想分別執著 從來沒有間斷過 所以我們的妄想 我們現在是妄想 我們現在是妄想相繼 我們就成功了 什麼叫淨念 什麼叫淨念 沒有妄想 沒有分別 沒有執著 就叫淨念 它裏面我們在講直裡頭 講得很多 妄想分別執著的根 我問它從哪裡生起來的 從我執生起來的 再講得粗些 從自私自利這個念頭生起來的 如果我們不將自私自利的念頭寫了 我們這一生念佛想念到功夫成片難啊 有人念了一輩子都沒辦法做到功夫成片 出家路修行人 一日到刻 在道場裏面 手不來念珠 口不來佛號 念到八十九十 功夫還不會成片 什麼原因我沒有放下 這是大障礙 這是病根的所在 年慈大師在塑秋裡雖然講得好 他用了個比喻 他講念佛功夫 明珠投於軸水 軸水不得不清 佛號投於亂心 亂心不得不佛 這句話講得沒錯 但是你要記住 念佛必須放下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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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自己買山寸 金剛經上講的無我相 你有我相就不得了 你功夫就不得力 每个人都知道 大乘经教里面要破鹅汁 要破法汁 世尊当年在世 讲般若说了二十二年 般若的内容是什么 无非是破鹅汁而执着 金刚径是大般若的纲要 这是古代祖师大德都肯定的 金刚经上的四句 无我上无人上无众生上无仇者上 我们要向这个目标方向努力 念无用 讲也无用 心行相应 先有仇用 所以要认真做 祖师大德时时劝勉我们 心 要似佛心 念头 要似佛的念头 行为 要似佛的行为 这才叫做学佛的学佛的学佛 这些经文字 要将经文字自具具 要将经文字自具具 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就叫学佛 就叫做念佛 佛的学佛的学佛的学佛 尤其是落实在主事代人接物 我们这样才是真正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了 念佛法门 无比的心妙 就是世尊在大习经上讲的 若人但念欧弥陀 是即无上心妙禅 念这个佛号不单止是禅 释迦牟尼佛讲的 无上心妙禅 这句话是真的 所以这个饭门 诸佛赞参 受学的饭门 诸佛护念 龙天善神守护 我们在这几年之中 很明显地 国策道 这个事实 我们在世界很多很多地方讲经 讲其他经论 包括讲华言经 都比不上港无量寿经 都比不上港无量寿经 发原殊性 所以讲这部经的发原特别殊性 我自己讲经四十年 深深体会到 太明显了 诸佛护念 正因为这个饭门 是无上心妙禅 如来 心心相忍 早早 心心相传 就是这个饭门 比宁言经 比宁言经上讲的 车摩他 三摩地 善罗众殊性 这个道理太深太难懂了 法藏菩萨 自现修行正果 第一愿 如佛无外智 所行 持吻行 我们自己修行 需要自慰 无自慰 就盲修核念 无自慰 不可以的 智慧从哪里来 要知道 我们的智慧 比烦恼障外住 烦恼障 就是自私自利 就是贪亲千万 另外 还有一个障外 所知障 所知障是什么 是自己的见解 中国人所谓的成见 某人成见好心 自以为是 这个障碍 这个障碍 也非常严重 两种障碍 烦恼障 同所知障 障住了 静宗饭门 就是用这一句佛号 来破除秘障 恢复自己的清净心 先度自己 再帮助众生 也就是先成就自己的智慧 然后 自为现前 有能力 为一切众生 演说描发 帮助一切众生 没有障碍 所以一定要求智慧 各位记住 要求智慧 一定要先断烦恼 在生活里头去锻炼 主是待人接物之中去锻炼 佛教菩萨四摄六度 就是锻炼的具体办法 佛教我们修布施 四摄第一个是布施 六度第一个也是布施 布施是什么意思 它的精义 是教我们 在一切时一切处 起心动念 都为一切众生着想 这种叫布施 如果起心动念 为自己着想 这种叫夹杂不善 我们的功夫之所以 不会成就 就是亦想到佛法 亦想到众生 但是没有将自己忘记了 到最后 自己的利害 仍然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 甚至将想帮助人 那种好事都打断 念头打断 行动打断 这是什么 烦恼起现行 自私自利的念头 起现行 于是 你收的恩 不圆满 你遇到的缘 不圆满 那步 当然 就不圆满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所行 前吻行 行是行为 行为里面包括思想 念头 意业的行为 言语口业的行为 身体造作 新业的行为 诸佛如来 法身菩萨 他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是持吻一切众生 法法里面常说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年吻众生 平等的救济 平等的协助 救济一切众生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将佛法教他 帮助他破迷开悟 他只要一开悟 他自自然然 就会修学 圆满的恩 他会得圆满的果报 凡夫修行 因缘不会圆满 是无迷 所以教他 劝道他 断恶修善 这是急救 不是救根本 救根本 一定要帮他破迷开悟 破迷开悟 唯一的方法 方法里头最好 最普遍的 是教学 好像我们这样的法会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就是用这个方法 跟大家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 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上堂 我们现在讲讲经说法 别人说你们是宗教 是迷信 讲我们来上堂 大家听到意思 就很清晰 他是去上堂 上什么堂 上无量寿经 我们来上堂的 要将经本里面的道理 细心深入提出来讨论 而佛在经典里面的教训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去陷阎 提出自己的心得报告 互相勉勉勉 这是帮助众生 断恶修善 破迷开悟 这种叫慈吻行 这种是大慈大悲的事业 悲智相运 但功德先圆满 偏重一变 就不圆满了 古代 黄阳明先生 他也是个献成佛教徒 很多人知道 他提倡 知行合一的学说 知行合一的学说 从来到来的 就是佛家说的 自卑相运 解行并重 他是从佛法里头学去的 将它用在学术上 所以一般人看到很稀奇 我们学佛的人听到不稀奇 几千年前 佛就常讲了 所以行持闻行 那就是行法所行 底下那句 上作天人事得为三界雄 这两句话 就是人天师范 就是人天师范 都要做世间人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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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糊正世间人所犯的错误 我们细心观察 我们细心观察现前的社会 现在的社会 大众 他每日想什么 再听下 他说什么 细心观察 他在做什么 这就跟医生对一个病人 诊断一样 先要听 要看 要细心观察 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 然后为他说法 先契机契尼 应病开药 弱到病除 但是现在社会大众的病 非常复杂 非常多 非常严重 再好的医生 都束手无策 这么说是真的 不是假的 好言规圈 他不会接受 他不以为言 就好像吸毒 他已经上人了 很难解除 解除 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在现前 这样的社会 你真的是明白了 首先要救自己 这种不是自私自利 是经典里面 常讲的 佛不到无缘之人 我跟佛有缘 我跟佛有缘 怎样有缘 我能信 我能解 我能依教奉行 具足这三个条件 就是同佛有缘 有缘 有缘的人 只要你自己珍惜 你的缘分 你认真努力 好学 你就能得到 现前的社会 是缘世 我们所接触的大众 不善的缘多 善缘少 所以定供就非常需要 定供是 不受外面环境干扰 不受外面环境诱惑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不难 难在哪里 难在我们无自卫 迷惑颠倒 所以誓出世间 大圣大言 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修神 处世 修行正果的 原理原则 原理原则 我们就算听完 亦相信 亦懂得 就是做不到 在现代社会更不容易做到 所以我们要多想一下 如何能做到 愚家 愚家讲得简单 讲的都是光领 第一个要知子 知子 知子这两个字 要看下 以前愚家的讲解 亦是人者见仁 智者见智 讲法并不一致 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 多少 逆开一些小智慧 看愚家经典 就好像吃雪糕一样 不难 知子里头有两个重要的意思 第一个 指于什么地方 这就是我们佛家讲的法缘 世间人所讲的纳智 这个很重要 知不难 你一生 就好像一只船仔飘流在大海里面 你无方向 无目标 你怎么用功努力 都不会有结果 知子 知道自己的方向 知道自己的目标 这一条非常重要 这一条非常重要 但是 他指在哪里 指于佛 他去黄媒 五祖问他 你来求什么 他很简单 我来求做佛 他指于佛 他指于佛 他的方向目标正确 所以人家能在短短期间 接种成为一代祖师 就是他知子 我们现在来这里修学没有成就 那是当然 知你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我来这里听经的 我来这里学讲经的 你不是来这里做佛 所以你没有子 你那个心是动的 好似水上的浮瓶飘浮不定 怎能有成就 知子第二个意思是知足 特别是在物质生活那方面 要能满足 对现实生活环境要满足 当然这句是外国人不多喜欢听的话 为什么呢 你对现实生活环境满足 那么社会就不进步了 确实现在物质文明的进步非常快速 但给我们有什么好处 我们要多想一下 把你自己的得行破坏 把你的家庭毁了 把你的社会搞乱 你们想一下 你们想一下是不是 你们家庭里面的小孩 今天联合日报 我没有看报纸 我偶然看到有个标题字很大 写的就是 父母 你知不知道 你个小孩在那里想什么 这个问题很严重的 新加坡是个现代都市 一般家庭里面都有电脑 都有网络 小孩每天在那里看 看什么你知不知道 电视还算不错 政府有控制 不善的那些内容 不准播出 但是网络就无办法控制了 所以科技发达 你要知道 将我们的伦理道德毁了 你的小孩在家里日日接触那些东西 你的家庭被毁灭了 社会动乱不安 这种是科技物质文明发达的果报 所以我们现在享受一些科技的便利 但是你想一下付出的代价有多少 将我们的身家性命整个社会安全付出去了 值不值得 不值得的 不值得的 所以不值得的 所以不值得的 他不值得的 他如果修学大圣佛法 他也不会搞那种事情 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反省的 我们现在不是反科学 我们在这部经上看到 科学家所欺求的 不值得的 不值得一个所欺求的 大圣经上讲得很多 圆满具足 誓尊為我們介紹西方紀錄世界 你看那邊人的生活 想吃飯那飯菜就放在你面前 每樣都合自己口味 無須要攀飲 不但無須要攀飲 我們現在給你幾十道菜的時候 你還要慢慢去排 他那個念頭一動已經排好了不用人工 現在科學做不到 吃完了不想吃東西就沒有了 桌乾乾淨淨不用收拾也不用洗碗 現在這個科學能做到嗎 所以西方世界是科學的世界 還是佛家不反對科學 必須到那種程度 才能有那種受用 極樂世界的人 經典上跟我們說 每日去他方世界參訪諸佛如來 飛行自在 無量無邊諸佛策土 我們現在要計算的時候 是用光年計算 我們的飛機火箭飛行工具 比他差太遠了 他一念就到了 再大的距離 交通資訊 我們這裡比起極樂世界差太遠了 這裏是講到科學技術 哪能比起極樂世界 所以我往年在美國講經 美國學科學科技 學工程師的人很多 我說真的想學 學一流的 要去極樂世界跟阿彌陀佛學 阿彌陀佛是虛空法界最偉大的科學家 萬得萬能 佛菩薩念念為眾生真正的幸福 絕對不會給眾生一絲毫負作用在裡面 那些食物天然的食物養人 現在食物裡面 用一些化學成分在裡面 令人吃了差點奇奇怪怪的病 所以愈想愈是得不償失 在古時候 世出世間的大聖誕然 他們的生活方式回歸自然 自然才是最健康的 違背自然就不健康了 人為之美 人為之美 絕對比不上自然之美 那些問題 放在我們面前 你才不會迷惑 你才不會迷惑 不會被科學技術 不會被現代文明所迷惑 你的頭腦會清醒些 你才會有些自慰 從善人 絕對得善過 什麼是善 為一切為一切眾生 真實幸福著想 就是善 雖然 雖然你做作的是利益社會 利益眾生 但是它裡頭有副作用 不善 你的善裡頭夾襲不善 你必須要想到 你所夾襲的那個不善 產生什麼後果 這一點不知不得 如果後果是嚴重的 那種事情不做得 天人是三界紅 三界是子 肉界色界無色界 紅是英雄 什麼是英雄 人家做不到的 你能做到 那個人稱之為英雄 世出世間聖言教會裡面 多數是指 能斷煩惱 能克制自己的 那些是英雄 不是叫你對付人 對付人不算英雄 對付自己 克服自己的貪親千萬 克服自己 自私自利 那個人是英雄 佛經裡面跟我們說的 肉界色界無色界的眾生 都無將自私自利放棄 只是往上界去 他們自私自利 明文利養 貪親千萬的煩惱 比較淡些 就算到飛上飛飛上天 那個煩惱 還在無斷根 所以他出不到三界 這種不算英雄 能斷見思煩惱 超越三界六度 這種人是英雄 那個人示範給我們看 為我們做出榜樣 做出模範 就叫天人示了 和前面兩句 有密切的連帶關係 這就是說 我們絕對要求智慧 佛法 慈悲為本 方便為門 如果用現代最簡單的話來說 慈悲就是愛 佛法的教學 愛的教育 愛一切眾生 不分國土 不分族類 亦不分宗教信仰 真誠清淨平等的慈悲 平等的大愛 這種是佛法教學 這種是佛法教學 古德和我們說 古德和我們說 這個是凡夫修行 聖佛的靜印 自慰同慈悲 有智慧就不是 有慈悲就沒有自私自利 再跟著我們看 再跟著我們看底下的那首 說法師子後 說法師子後 講道諸有情 這就是將 天人師三界雄落實 落實一定要說法 師子後是比喻 佛經裡面常用這個比喻 師是白獸之王 師子一後 師子一後 那些小動物 聽到師子的後聲 腳都發軟 都走不動了 佛在經上常用這個來比喻 誓尊說法的慰特 稱之為師子後 能福世間所有邪知邪見 這個我們在經典裡面看到很多 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 印度確實是宗教之國 那些宗教裡面修行人 亦非等閒之輩 他們真的修定修惠 遇到佛都被佛說服 什麼原因 因為他們那個我沒有放棄 自私自利沒有放棄 那就不如佛了 我們要將這兩個 做一個詳細的比較 較量 為什麼佛有這麼高的智慧 在當年印度婆羅門 婆羅門就是現在的印度教 新加坡稱為興都教 他的歷史 現在世界上供應是八千五百年 我們佛教的歷史先兩千五百年 他比我們早多了 他們自己講有一萬幾年 印度不重視歷史 是一個很古老的宗教 他們修行修禅定 佛經裡面常講的四禅八定 和他們修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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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同的空間為次 他們用禪定的方法突破 所以六道輪迴不是佛講的 婆羅門教講的 他們對六道的狀況 他們對六道的狀況說得很清楚 是親眼所見 親耳所聞 在佛法裡面講 他是現量境界 他不是比量 他不是推上 他在定中確實見到 定中超越時空 他能見到過去現在未來 但是六道怎麼來的 他就不知道了 所以他知其當然 而不知其所然 佛出現在世間 來教導他們 六道是怎麼來的 要點先能超越六道 他們沒有辦法 佛教他們 他修到第八定 不錯 那種定功還不夠 還要加深 到第九定 修成功了 就超越六道輪迴 所以各位讀寧嚴經 阿羅漢所得到的是 是九次第定 這樣超越三界了 但是就算得第九定 正阿羅漢果 還是不究竟 正所謂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佛有那種智慧 佛有那種能力 那種能力智慧從哪裏來的 那個根就是 沒有自私自利 就是金剛經上講的 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仇者相從這裏來的 以後 煩我將所知的 bist Weg 都拔除了 煩我將到了 這裏來坐 obed� 甲武快 にーん 還有 habit から求 すべて すべて なし そして あー男 ując packages 這些大道理,這個事實真相,法如果不講世間無人之道。 所以一個真正過誤的人,要發心常作天人事,要發心說法師子喉, 要斷煩惱,要求智慧。 講道諸友情 這個願是根本大願,一般人這個願發不出來。 為什麼發不出來?不知道虛空法界一切友情眾生和我是什麼關係? 沒有搞清楚,人家的事我們去做什麼? 他中難和我沒有關係,沒有起心動念想去幫助他。 如果那個人是你父母,是你兄弟,是你的朋友, 啊,你聽到之後,你立刻就動心,他在遭難,我要想盡辦法去幫助他。 這種是世間人之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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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是世間人之常。 不知這個事實。 這個事實不知道的人,這樣就太多太多了。 這個事實不知道的人,這樣就太多太多了。 誰知道? 只有佛同發身菩薩之道。 全教菩薩阿羅漢癖之法還不可以? 發身菩薩之道。 發身菩薩之道。 知道、去空、發界、一切眾生和自己是一體。 各位讀大聖經。 各位讀大聖經,或者你曾經讀過大聖經上講的, 身土一餘。 我們淨土中,講到常直江土。 上直江,身和土是一不是二。 這個很難理解。 依正不易。 聖上一餘。 真妄不易。 理事不易。 這些話講的是什麼? 你細心去想一下,就是說明, 虛空、發界、一切眾生是一不是二。 那種是諸佛如來、親正的境界。 如來、親正,我們妄言。 這是怎樣的一回事? 老實講,就好像我們這個身體。 我們整個身體,我們自己親正,清清楚楚, 這個是我們一個身體。 但是你如果再問一問,這個身體裡頭每一個細胞同一個細胞, 它不承認這整個身體是它。 我們知道我們身體是由無數細胞組織成的。 細胞組成器官,器官組成身體。 我們在虛空發界,我們那個人就好像一個細胞一樣。 不知道虛空發界是一體是自己。 原心發不出來。 什麼時候真正過悟,虛空發界是一體? 你的無緣大詞、同體、大悲, 就和諸佛如來一樣真的發起來了。 一點都不假。 這種是發生大事的境界。 十法界裡面的人都沒有。 我們也是在經典上聽佛講的, 聽古大德這樣講的。 沒有辦法親正。 所以我們對人的愛心就很淡薄。 對自己的愛心很重。 差別就從這裡生的。 絕對做不到,愛人如己。 寫己為人做不到。 這是什麼呢? 所以佛很慈悲。 佛也有很多方法。 是 neste心想。 正常時刻刻提示我們。 啟發我們。 在生活之中都念念不忘記。 佛教我们穿的衣 那件衣叫价沙 什么叫价沙 价沙是凡羽 翻译出来叫掩饰意 它不是正式 很多很多颜色混在一起 那种颜色就叫做价沙 我们穿的这件衣服的颜色 就是很多颜色 正式是五色 中国和印度都说五色 红黄蓝白黑 这些叫五色是正式 五种颜色混合在一起染成的 那种叫价沙色 现代人的讲法 叫多元文化 我们穿这件衣是多元文化 你们穿一种颜色的 这是单一的文化 这种是多元文化 佛教我们穿衣一定要染这种颜色 就是时时刻刻提醒你 不同的族类 不同的文化 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是一 混合在一起染成的 食饭 饭也叫加沙 是饭和菜混合在一个坡里头 从前托一个坡里头 我们现在用碗 装在一只碗里头 不是分开一个送一个送分的 通通混合在一起 加沙味 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 佛用这些方便法 启发我们 但是我们日日这样做 已经做到麻木了 根本就将佛的意思忘记了 不单只教我们穿袈衣服 而且还将那件衣服 一块一块 好像格子一样画起来 这个意思就更深了 每一格 代表一个族类 代表一个族群 代表一个不同的文化 或者我们说代表所有不同的宗教 披在一身一体 去空法界一切众生 是一不是二 大乘经常常说 十方三世法共同一发生 一心一智慧 所以我们看到古代造像 我在北京历史博物馆看到的青州出土的佛像 披在一千七百多年 色彩还能看得出来 架萨上每一格所画的 他画十法界 上面那层佛法界 下面菩萨法界 缘国法界 星文法界 下面是 饿鬼 畜生地狱 我看到那些图 才知道 我们这件衣叫福田衣 什么叫福田衣 什么是福田 世间出世间 世间出世间 所有一切众生能和睦相处平等对待 就叫福啊 这才叫福田 所以佛在这件衣里头表达 一个格子 一个格子 是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宗教 躲在一个身上 和睦相处 每格一样大 代表平等 和睦相处平等对待 那人 有福了 什么人 没有福 对一切人 是不平等 那人 没福 他与一切众生相处 必定不会磨目 共高傲慢 轻视人 你轻视人 人家亦轻视你 他里面才产生误会 产生怨恨 化为斗争 佛家常说 冤冤相报 永无止境 这都是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产生的 佛说法就是为了讲道诸有情 所以佛法是诗道 诗道必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无孝道就无试道 现在教学困难 不单止佛法教育 世间普通教育 做老师的人都觉得非常困惑 原因在什么地方 孝道无助 学生不懂得 尊师重道 同时之重 亦不懂得 互相尊重 今晚有一位同修跟我说 他是从事教育工作的 好心教学 遇到很多障难 他跟我说 我在美国见过 我在加州遇到一位教授 他有很多好的东西 发表出来 但是想不到 同时之中 有人摄取他的 偷他的东西 或者换了个名字 发表 这是不知尊重 这种属于偷盗 属于欺诈 后方 对他非常不公平 他是中国人 你说不受歧视 很难 所以他一气之下 他辞了 不教书了 他去开一间饭馆 在洛杉矶 和几个朋友合伙 开一间四川饭馆 以后遇到佛法 听到我讲经 听得很欢喜 非常用心来学习 现在他会讲经 讲得很好 到处有人请他讲经 这亦很快乐 亦很自在 这些事情 你如果真是想通了 属于什么呢 愿愿相报 所以被人欺负 亦不会怨恨他 反而更快乐 更自在 如果没有那种事情发生 我相信还在学校埋头苦干去做一些研究工作 哪有这么自在 这种在佛法俗学上是逆增上缘 遇到那些挫折学法 启发他学佛的念头 学佛更认真 更努力 在佛法上得到成就 未尽上不是好事 所以凡事都想想想前因 想想后果 我们就心平气和 不会怨天由人 顺境 逆境 善缘 恶缘 无一样不好 通通好 我们几快乐 这是真正把念头转过来了 总是培养自己顺善的心 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绝对不可以有一个恶念 这样才好 佛在十善业道经常教我们 菩萨昼夜常念善法 思维善法 观察善法 不用毫分 不善夹杂 这个是如来真实教会 最后那两句 圆满色所愿一切皆成法 这一愿特别殊胜 殊胜到极处了 避愿一切物 避愿以前法的愿 就是前面所说的四十八愿 法藏菩萨那四十八愿 一一都是公圿 所以称之为圆满色所愿 圆满色所愿之后 一切皆成法 这句话的意思很难懂 心妙自极的 黄念祖老居士在住间里面说 其哉其在 粉碎去控 此正是四十八愿之本体 从此一句 流出四十八愿 一一之缘 亦指示显示一句 他这句话 不容易说出来 如果不是契入那种境界 这句话绝对说不出来 这一句一切皆成法 其实就是华言经里面所说的 情与无情同源总治 你们想想一下对不对 那种是他亲正的境界 也就是我时时讲的一句话 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是自己的 同这部经上 一切皆成法 同华言经上 情与无情同源总治 你们想一下 一个境界 继继续 契入那种境界 圆满的菩提心现前 具体而言 就是前面的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 是从这一句里头流出来的 四十八愿总结起来 就是这一句 一切皆成法 王老居士 举往生论 三种庄严造正 往生论里面三种庄严 是佛土庄严 佛庄严 菩萨庄严 佛菩萨是正部 佛土是医部 我们通常讲 医正庄严 往生论上讲了三个 三种庄严 三种庄严 入一法具故 一法具者 为清静具 清静具者 为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故 用这一段来解释 这一句好好 但是我们要细心去观察 这一种庄严 先知道这一句 同往生论里面讲的三种庄严 医正庄严 是一不是二 尤其是他说的 入一法具 一法具是清静具 清静具就是 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 真实智慧是正部 无为法身是医部 医正是一不是二 这就是情与无情 同源总治了 正部是友情 医部是无情 我们现在学术界里面 将一切万物分成 动物植物矿物 动物有情的 植物和矿物无情的 在佛法称为 正部和医部 正部是有情 医部是无情 但是情与无情是一不是二 但是现在的科学家 他懂得 情与无情 确确实实是一不是二 虽然他能懂 但是不会究竟 不会彻底 什么原因 他的我没有忘记 跟在我宅 他做不到忘我 他如果做到忘我的话 他就入伐智慧 由此可知 我自私自利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障碍 这个障碍拔除不了 绝对入不了佛位 佛的智慧 佛的境界 你不容易体会得到 我们同学 特别是法心学 讲经说法的同学 你们要发大心 要发造佛的心 实在我们行佛的路 不走其他路 你才会有成就 你才能真正逐佛为命 讲道众生 如果他里面夹杂自私自利 不单止没有可能 讲道众生 不会逐佛为命 怕的是自己 难免不堕落 难免不三途果报 所以要真正发心 要放下万元 绝对不为自己 绝对不为自己 为一切 未过悟的众生 念念帮助他过悟 这就是说法施子后的意义 说法施子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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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聚足一个佛的模样 人家见到才能相信 才能向你学习 你自己不像一个佛的模样 你劝人人家有疑惑 《王生论》里面讲的清静句 清静两个字很重要 和静宗有密切关系 我们常讲入道有三门 各正正 静宗所行的是正门 清静心里面绝对不容许 但各位要知道 自私自利这个念头是根本的污染 无量无边的污染都和它扯上关系 古大德事实教我们从根本受 根本是什么 根本是心底 于是我们明白了 我们静宗的根本是什么 所以说心静则佛土静 我们心不清静怎么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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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来果地 如来果地 法身菩萨所正得的 叫一真法界 我们在大乘经上看到 一真法界里面 一无一尘 华言经上常说 无端 正部最小的 微尘 这部最小的 虽然最小 不清静 但是都具足 原名的圣德 在大书 所谓 能周遍 能周遍互荣 这个道理不可思议 我们怎么想都想不通 一无一尘 这种叫一真一齐震 无端 无端微尘 无端微尘 都是圆容的果海 遍教物教 都是这样说法 有情无情 都是本来佛 都是本来佛 所以这一句 我们千万不要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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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细心去体会 大愿的核心就是这一句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非诚勿承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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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